点滴记录 中国法制进程 今日说法 一千元买来的磁瓶 却被多位专家鉴定为股东 身价暴涨 这是鬼宝 那时候农场要精品 当时创工股价是五百万 这到底是天上掉下的馅饼 还是陷阱 今日说法问题播出 当幸福来敲门 欢迎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吴树老师 吴老师我们今天要讲到的这个事情发生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四川农民的身上 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这位叫李瑶的农民朋友 开着一个小小的作酒作坊 但是这一平静的状态2007年年初就被打破了 有人给他打电话 说他现在已经身价过百万 难道真的是天上掉下了馅饼 砸到了李瑶的头上吗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记者调查 这个造型别式的磁瓶就是李瑶买回来的 摆在家中 一些朋友看了觉得像古董 劝他找人鉴定一下 这勾起了李瑶的好奇心 2007年8月 磁瓶的图片刚放到网上 就有人主动跟李瑶联系 说他们是成都的一家拍卖公司 叫古今通宝 可以帮李瑶做鉴定 200万可不是一个小数字 当时听了专家的话 李瑶只有一个感觉 那就是惊喜 当时我听了这句话 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就是我一千元想买的东西 突然是200万 总觉得像这种情况 幸福来的太突然了 随后这个消息不经而走 一夜之间 乡亲们都知道 李瑶逃得了一个宝贝 发大财了 邻居门队的门高 铺子队的铺子 我听到他就说 他有个啥子 直强有啥子 一个宝贝 反正听说 就是一个 不动之类的啥子 可没过几天 李瑶心里就泛起了嘀咕 万一专家看走了眼 鉴定错了 那自己 岂不是空欢喜一场吗 于是 他又带着瓷瓶 找到了四川省 古玩收藏协会 陶瓷研究中心 古金东的专家 我说真心话 他们可能属于 有些商业不敌 我们贵家的五大要口 八大要细 他都不懂 还得搞刺激鉴定 他怎么能当鉴定家呢 这里的专家给出的 鉴定意见是 这个词评 根本就不是 明代的龙泉词 不值钱 听到这个鉴定结论 李瑶心里 有些不痛快 此后没过多久 原来主动联系 李瑶的那个 古金通报的业务员 又多次给他打来电话 说公司请来了 河北和广东的 鉴定专家 可以再帮李瑶做鉴定 听到专家的这个结论 李瑶的心里就是个美 可他还是有些不放心 黄老师 我说的 你仔细看我 这个如果说是假的的话 我说 但是我要 我要成熟 他说的 谁说是假的 他说叫他给我打赌一百万 照片左边的这个人 就是古金通报公司 请来的广东 鉴定专家 黄启昌 他认为 李瑶的瓷瓶 为南宋龙泉 双龙出几瓶 最少值五百万 并表示 愿意为鉴定结果 负法律责任 鉴定结束之后 业务员就劝李瑶 把瓷瓶放在公司 由他们拿到拍卖会上去拍卖 并且 还说在收藏市场上 南宋的龙泉瓷器 很是抢手 经过协商 这家公司 把瓷瓶的拍卖价 定在了88万 只不过 李瑶先要预付 11800元的 委托拍卖费 于是 李瑶赶紧回家筹钱 可东介西凑 还是不够 最后 李瑶一咬牙 把自己赖以为生的 酒作坊给卖了 4万多的 酒作坊 当时为了 我接受用钱 就把这个酒股资赚了 赚了以后 15000块钱 第二天 我就把这个钱 给他们公司送你去 这是2007年9月 李瑶的交费平均 委托拍卖费 11800元 这是双方签订的 委托拍卖合同 同时 公司承诺 三个月内 就能把瓷瓶拍卖出去 拍卖款 全部都归 李瑶所有 然后以后呢 我就一直在期待 他们当时 跟我承诺的是 12月底有一场 大型拍卖会 结果到了12月 别拍卖会 到了2008年初 拍卖会 还是没有如期举行 这时 有好心的业内人士 提醒李瑶 他的瓷瓶 可能根本卖不出去 对于这个善意的提醒 李瑶并不在意 他还是把希望 寄托在了拍卖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就这样 一直到了2008年10月 这个瓷瓶 仍然没有被拍卖出去 这时李瑶听到风声 说这家公司 有诈骗的嫌疑 北都一都一搜索 古今通报 这个字 我就看到很多网页上 都显示 他们是骗子公司 害怕自己受骗 李瑶想尽办法 把瓷瓶要了回来 并把他直接送到了 北京一家检测鉴定中心 2008年11月 检测结果出来了 瓷瓶与清代晚期 同类器物 瓷釉油表面数据成分 符合较好 最多值5000元 李瑶说 古今通报公司 一直不退钱 2009年2月 记者找到了 位于成都市 武侯瓷大街的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采访被迫中断 而李瑶继续爆料 这家公司 就是跟鉴定专家 联合起来骗人 把普通物件 说成是价值不菲的古董 然后 古董来鉴定的人 把东西放在他们公司 许诺公司代为拍卖 为了证实自己的怀疑 李瑶提供了 这样一段影像资料 这是成都的古玩市场 一位藏家买东西的情形 他买了两个 不欺眼的小物件 就是这个铜壶和铜镜 总共花费不到100元 然后 这位藏家带着这两样东西 找到了古今通报公司 接下来是专家鉴定的过程 我怎么觉得有什么 这个就是黄虹做的 肯定是老东西 要是谁说这个是新东西 那他就是有点乱说了 你在其他地方有没有人给你看过 有啦 这个是清代的 没问题 这个要是卖得好 卖个三个块钱 还要就是万把块钱 就是按我 我的理解 就是万把块钱 当然你我跟你说一万 你别给他报一万 你要报三万吧 你能办到两万 不是很好吗 古今通报的专家认定 这两样东西 至少是清代的古董 估价都在三万元左右 最后 这位当事人 又带着这两样东西 找到了正在免费给市民 提供鉴定服务的 四川省文物局的专家 这两个东西 你们看下这个是什么呀 是不是古董这个 这个不属于古董 这个不属于古董 这个 这个不是啊 这个是个旧的 这个价值不高 不要说 通过比对 答案 不言而喻 可是 为什么古今通报公司 要把普通的东西 说成是价格不菲的古董呢 真正的目的 又是什么呢 记者又一次来到了这家公司 碰巧遇到了两个 和李瑶 有着相同经历的人 中间这个 中间那个 背头 这个是你的频道 它给你建立的是什么 远近后 给你估价收了多少钱 就 八十万至一百五十万 收了你多少钱 收一万一千多 那有没有卖出去 没有 哦 这个是您啊 这个是您的 跟你标价是 二十六万 给您收了多少钱 这个古董还是有网了 对 你好 在那里面 我说一句 北京洪天文化证书是吧 嗯 专家叫什么 终于得 终于得 那你们现在来 就是想要的退钱 想要退钱 我把东西拿回去 我就对了 李瑶说 他们的这些遭遇 证明了一点 拍卖公司拍卖是假 骗去委托费是真 因为讨要委托费未果 李瑶把自己受骗的经历 贴在了网上 结果 接到全国各地打来的电话 有二百多个 这些人都是古今通宝的客户 君成自己也被这家公司给骗了 按照李瑶提供的联系方式 记者找到了其中的一位当事人 这个彩照 你看这个杯子啊 这个亚首杯 就这个啊 亚首杯 嗯 这鉴定是多少 他鉴定就是 180万 嗯 两个就是180万 这位当事人叫中国凤 是成都市金塘县人 他说 自己是2007年跟古今通宝公司签订的委托拍卖合同 前后一共交了四万多块钱 但是藏品到现在也没卖出去 你就说我们可不可以把东西要回来 你退钱给我们把东西拿回来 他们总监就一直没理我们 就这些人反映的问题 记者采访了四川省收藏界的业内人士 他们说 随着目前民间收藏者的兴起 这个行业也逐渐显露出许多弊端 第一 专家的头衔满天飞 谁都可以称自己是专家 这种专家 一无产品 二无知识 他说我有一个教授证 有个教授证 是在我们四川地区里 这边和边 给一百多块钱 就桌上一件的 验评的证书 第二个弊端就是 鉴定机构多入牛毛 谁都可以发鉴定证书 满天飞的鉴定证书 都是验评 都是一种商业目的 甚至有一出个十万 喊我出一张证书 不愿意 为啥呢 你是验评 把他能出证书 就害了几单人 那么收藏领域 这种乱鉴定 乱收费的现象 真就没人管吗 文物部门表示 他们早就注意到了 民间的这种健保活动 有些人确实就是 利用这种健保活动 来骗取他人钱财的 对于这种不法行为 他们也想管 但是就是没有 相应的法律依据 现在可能就是有点缺失 比如从国家来说 从法律层面 从我们省上来说 就没有这方面 私人鉴定这一块 就是为民间鉴定这一块 比如说自治该怎么管 机构该怎么管 现在没有这方面的法律 四川省文物部门称 他们希望国家 尽快出台相关的规定 治理目前这个混乱的局面 目前 李瑶也准备通过法律手段 为自己讨一个公道 我们今天之所以 在演播室请来吴老师 是因为吴老师 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 谁在收藏中国 您也经过了五年的调查 如果让您概括 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现状 您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描述 市场繁荣 乱象重生 首先它这个源头是比较混乱的 95%以上的都是房品 第二乱 从这个管理市场管理上 现在因为没有很具体的 对市场的一些管理的措施 本来有消法 但是对艺术品这一块 就古玩这一行 好像跟那个消法 无关 这个做假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 老是把这个特殊性 艺术品的特殊性 艺术品是有特殊性 一进了市场 它毕竟是一种商品 是不是特殊商品就可以搞欺诈 第三个就是鉴定这一块 按规定来说 国家鉴定委员会 这些专家有些有很严格的规定 不能让他们到市场上 去做这些民间鉴定工作 那么就涌现出来一批那种 实际上很不专业的 这样一些所谓的鉴定 这很荒唐 那为什么就没有人对这样的公司和这样的市场行为进行监管 所以我说有关方面的法律法规应该更健全一点 你这专家走眼了 怎么办 造成了这个买家的重大的财产审视 如果是判断它是恶意的 它要全赔 另外还要足处这个行 永远不得再重新进这一行 就是取缔资格 另外你还要一些 比方说对艺术品这些拍品的收购的时候 把若干个专家 安排在若干个房间里面 封闭似的 拿给它看 如果这个作品 这个艺术品是全票通过 它过了一大关了 另外它还有第二关 就是对它进行一些用仪器检测的 第三关就是它的档案资料 有些有来处 这三样都符合的 出现那些赢品的几率就大大的降低 所以在这方面 我倒是建议我们国家有关直男部门 应该以最大的勇气和最大的智慧 去解决好这一块的问题 那么在本案中 李瑶最后到底能怎么办 我们请导播帮我们来接通一下 中国法大学王永教授 李瑶和拍卖行所签订的 这个委托合同存在着欺诈的问题 因为拍卖行 他向李瑶所出去的一份 所谓的专家鉴定 说这个拍卖品是真品 这个是一个虚假的陈述 那么李瑶也是相信 这样一个鉴定的结果 而委托拍卖行 拍卖并且支付了委托费 所以可以说这里是一个 因欺诈而签订的合同 所以李瑶可以向法院提醒 撤销该合同 并且要求拍卖行返还委托费 可以通过法院输送的形式 通过法院的强制执行 要回这样一笔委托费 我想这是对于李瑶的一个 比较有效的救济方法 这些年收藏热是越来越热 如果收藏者能够端正好心态 如果权威的管理部门和立法部门 能够有相规观的法律法规的出台 如果行业的经营者能够在经营理念上 把诚信这两个字反复的提出来 盛世收藏才真正的能做到盛世 关于今天的这个案件 下一步会如何进展 我们也会和您一起继续关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感谢吴老师蔡先生讨论 明天同意时间 接着说法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